各位朋友好 中国军方9月6日公布了解放军和武警19大303位代表的名单 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房峰辉 原政治工作部主任张扬 两位中央军委委员落选 基本上证实了此前二人被调查的传闻 这是继徐才厚郭伯雄之后又一次的重大整肃 此外 几位原军中太子党 刘元朱和平 刘亚洲 刘小江 张海洋等等 也都不在世界大代表之列 似乎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 据报道 这次军方世界大代表中 90%是新人 这意味着军队内部进行了一场彻底的清洗 习近平着力控制军队的意图展露的很明显 从目前的迹象看 防风辉和张扬这两个上将已经不大可能平安降落了 我们这里探讨一下他们二人落马的原因 并对一些传言做一个分析 第一种说法 防风辉和张扬二人分别是郭伯雄徐才厚的亲信 所以被当作郭徐流毒彻底肃清了 这个说法并不是空穴来风 就在8月30日新华社发表了题为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领导和推进强军兴军计时的文章 这篇文章说 肃清郭伯雄徐才厚流毒影响 任务依然艰巨 历史必将永远铭记 关键时刻 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 服务定情力挽狂澜 挽救了人民军队 这篇文章是在防风辉和张扬两个上将 被免职大约一个星期后发表的 显然有很大的象征意义和很强的针对性 第二种说法 防风辉是胡锦涛的爱将 为了防止团派做大 文物结合 习近平提前将防风辉拿下 从这个角度去看 张扬实际上也是胡锦涛时期被提拔的 被任命为总政主任的 如果真是这个原因 那二人都应该被拿下 毕竟总参和总政是军队指挥体系最核心 最重要的部门 因为习近平目前实际上最主要的对手应该是年轻力壮的团派人马 而不是日渐老去的江派残余 第三种说法 印度斯坦时报网站9月5日刊文称 动朗对峙的争论中都忽略了一个关键因素 中印同时撤军的协议 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更换了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之后达成的 印度媒体认为 防风辉之所以被解职 或许与中印军事对峙有关 他们认为防风辉是主战派不利于中印关系 这个说法在时间上有巧合之处 也值得关注 此外 中文舆论也有防风辉挑动中印边界对峙事件 干扰习近平世界大布局而被拿下的这种传言 这里先分析第一种说法 也就是所谓流毒问题 关于防风辉张扬和郭伯雄去财后的关系 这个不必多说 按照当前的社会风气 凭想象也能知道 防风辉张扬他们一定在晋升过程中 千方百计的讨好迎合他们的上司郭伯雄去财后 这个肯定不是个别现象 用网上流传的一句话 郭伯雄的儿子郭正刚所说 解放军一半将军都是我们家培养的 这个话虽然狂妄 但也是实情 那剩下的那一半 恐怕又都是徐财后家培养的 所以如果按照官方的说法 全面整肃郭伯雄徐财后流毒影响 要还是肃 标准是清 除恶误尽 不留隐患 不夸张的说 解放军绝大多数的将领都应该被整肃 这个情况是人尽皆知的 习近平恐怕更会明白 反过来说 徐财后和郭伯雄分别于2013年和2015年被双规 总参谋长房峰辉和总政主任张阳并没有任何异动 事实证明 这几年下来 这些人对习近平稳定军队 特别是这次军队的重大调整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否则这二人就不会出任新成立的联合参谋总部总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这样重要职务 这些事情习近平应该非常清楚 所以在中央换届的这个时候 习近平假若以肃清郭伯雄徐财后留毒为名 把房峰辉张阳清洗掉 显然是很荒唐的事情 这个罪名就像是地质时代的连作一样 最后要是真的给了这么一个罪名 那只能证明习近平实在是找不出这两个上将的其他问题了 更大的问题是 清除完房峰辉张阳就可以结束了吗 显然不可能 毕竟房峰辉张阳长期任职军旅 他们难道就没有一批自己的同党和部下吗 是否还要在肃清郭伯雄徐财后留毒之后 继续肃清房峰辉张阳的留毒或者余毒呢 如果看看延安整风的套路就会知道 这个所谓的肃清流毒实际上是让每一个高级将领都承认自己是罪人 从而死心塌地的被驱使 这是第一种情况 如果是因为肃清徐国留毒而拿下房峰辉张阳的话 这纯粹只是一个借口 不会是真正的原因所在 第二种情况 习近平为了防范胡锦涛的团派做大 虽然说团派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 但是这是一个客观存在 并不是凭空捏造的东西 这些与胡锦涛和团中央有密切联系的干部 目前占有相当的年龄优势 而且位置也很优越 无疑是习近平嫡系人马最有力的竞争者 很早就有传言 不清除掉团派是不会召开十九大的 前任团中央第一书记 现高院院长周强未能入围十九大 现任团中央第一书记 秦一致也没有成为十九大的代表 这些迹象的确显示 团派似乎真的遭受到了围剿 关于周强未能入围的情况 似乎还有人质疑 他们认为上海代表团里有个周强 就是高院院长 不过高院代表应该属于中央国家机关的代表团 最高院入围十九大的代表 常务副院长沈德勇和副院长江碧欣 都在这个代表团里 而上海的那个周强显然只是同名同姓而已 不应该是高院的院长周强 可以肯定 刚刚五十十头的秦一致和五十七岁的周强被踢出来 应该说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信号 从这种情况看 如果再结合日本媒体传出的十九大常委 三个团派将入围的名单 可以推一段 习近平和团派的争夺应该很激烈 如果这种情况属实 那么习近平为了防范胡锦涛采取非常手段 拿下房峰辉张扬 则很有可能 而且在十九大招牌之前 肯定会对房峰辉张扬严加管束 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房峰辉就真是胡锦涛的人 这就像当年毛泽东拿下罗瑞卿一样 并不一定确信 罗瑞卿真的就是刘少奇的人 但是毛泽东担心罗瑞卿在关键的时候可能倒向刘少奇 有人说 房峰辉只善于纸上谈兵 无任何战功 正作为 兵不在舵在于京 将不在勇在于谋 高级将领最主要的是要有国际事业和深谋远虑 新任参谋宗长李作成的所谓战功 也不过是作为一个连长时的表现 这点经验和军功 与出任两百多万军队的参谋宗长的距离 还是很大的 所以习近平提拔李作成 并不一定是什么战功之类的原因 恐怕最主要的就是李作成的派系背景不鲜明 这是第二种情况 因为十九大的政治斗争 房峰辉张扬被做了牺牲品 从目前的态势看 这种情况有很大的可能性 第三种 房峰辉在中印对峙中让习近平不满意 关于这个话题说法比较多 其中一种阴谋论的说法认为 房峰辉是郭伯雄的马仔 也就是江派的人马 故意制造了动朗事件 给习近平找麻烦 这个说法也符合逻辑 不过动朗事件突发 更大的可能性是中国军方没有想到 印度会干预中国修路 关键的问题是 房峰辉为什么要给习近平捣乱 显然 如果能让习近平高兴论资排辈或者按部就班 未来军委主席的乌纱帽就应该落在房峰辉的头上 假如房峰辉在动朗制造麻烦 就是为了让习近平不高兴 那这不是房峰辉和自己过不去吗 为了乌纱帽连老子娘都能出卖 谁听说过哪个中共高官和乌纱帽有仇呢 关于印度媒体的说法是否有道理呢 在中印边界冲突的气氛下 军队核心部门突然大范围被整肃 难免让人把这两个因素连在一起 至于房峰辉是不是主战派 我们无法得知 一般而言 军事将领喜欢打仗 打仗可以升官发财 所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 战争状态下 军队的影响力会扩大 发言权也会扩大 自然军费也会增加 从这个情况分析 军队内部的高级将领主战 并不令人意外 特别是和印度这样一个二流的国家 在狭窄的边界地区打一仗 比如就用远程重炮轰击对方阵地 派少量的步兵拼杀一下 从军事上讲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风险 网上也有些说法 认为习近平也想打 因为他确实需要打一仗 立立威 假如习近平真的决定 武力赶走入侵的印度军队 军队将领们肯定不会反对 也就是说 假如方峰辉被免职 真的和中业边界冲突有关的话 那也不应该是因为反对习近平打印度 从目前看 习近平想干的事情 以军方这些人的资历 他们是无法阻拦的 更何况 是印度首先入侵中国 而且中国已经一人再人 对印度开战 习近平无论是从道义上还是实际上 都拥有绝对的正当性 可问题就在于 假如习近平突然出于某种目的 不想打了 或者想做出重大让步 这可能面临一定的风险 万一某个军队将领 借机在十九大上利用爱国主义情绪闹点事 后果还是很严重的 因此 习近平担心军方主要将领反对他的妥协政策 而采取预防措施 拿下防风辉等人是有可能的 不过 印度媒体的说法可能过于简单化了 这次动浪危机 中国方面这么高调 这明摆着不是军方的责任 更不可能只是防风辉的责任 外交部宣传部都深度介入 发出过非常强硬的声音 可能够统一协调军事 外交宣传等部门的人 只有习近平 应该是习近平在关键时刻 临时改变了主意 因此 防风辉主战并不是被拿下的原因 印度媒体的说法 颠倒了英国关系中的银河国 而且习近平真要采取预防性措施 那让防风辉张扬退休 当然就不是合适的选择了 找一个适当的罪名扣押起来 或许更加稳妥 这是第三种情况 因为习近平突然决定要对印度让步 而扣押防风辉张扬的可能性 是存在的 当然 更大的可能性是 十九大政治斗争和中印边界危机 这两个因素交织在一起 相互作用 最终导致习近平下重手 拿下了防风辉和张扬 从毛泽东时代到今天 中共的军人因为卷入政治斗争 反反复复成为牺牲品 想起来令人叹息 在政治斗争中 军人起了重大作用 结果是功高震主 在政治动作中 不小心战错队 身败名裂 可以说 军人介入政治 无论成败 几乎都没有好下场 只有实现军队国家化 军人不介入国内政治 军事将领才有可能获得安全可靠的保障 好 关于这个话题 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 谢谢各位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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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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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